我是出生在一个军公教本省家庭 然后我们家 不好意思 因为我对台湾有些事情不是特别了解 不是说军公教是外省的家庭 不是说军公教有外省 还是应该说军公教 只能在早期可能爸妈那个年代 或甚至更早以前 外省人在军公教里面 他们占的比例 就算是不成比例的高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 还是有很多本省的军公教 我猜啦 就是在政治圈的话 就是也许你要爬到比较高的位置 那外省人可能是比较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看比较基层的话 那本省人还是非常多的 虽然是本省家庭 但是可能因为跟军公教也是有关系 就是我们一般普遍刻板印象里面 军公教是比较支持军公教 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是这样的家庭 也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印象当中 我小时候是很讨厌那些民进党或是党外人士的 所以教育成就是有一种印象是说 政治都是比较肮脏的 或者是说很多参与政治的人 尤其是比较本土的民进党的党外的这些人是比较没水准的 那后来你上大学就对政治开始有兴趣 算是吧 这是 它是有一个慢慢的被启蒙的过程 因为我们是综合型大学 所以我当时是念的是理工科 我们这边大家就会觉得说 如果小孩子会念书 书念的好 那未来就是应该去从事 比如说当医生或者是工程师这样子 我大概就是在中学的时候 很自然而然就是念了一科 然后后来大学就是也是就是念了一科 那进到大学以后开始 算是有点打开了我的世界 然后开始去修一些 比较偏社会人文方面的课程 一个蛮重要的事件是 那个时候我们大学生有些会住宿嘛 因为我学校在台北 然后我是从台中上去念大学 那就是住在学校的宿舍 那学校宿舍我们有那种学生自治组织 就是由宿舍的同学 自己经过选举 然后组成就是有一些干部 那这些干部就是等于是代表宿舍的学生 去争取权益 简单来讲是这样 那在大概我的大三生大四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宿舍要改建 等于是宿舍原本是很老旧 然后学校要把它改建成全新的宿舍 那学校打算把它就是改建完以后呢 我们这些原本住宿的学生 旧的学生 要学校把我们签到其他宿舍 那全新的宿舍未来要当作新生宿舍 就全部给大一的学生 我们住宿舍会觉得很不公平 很多宿舍的同学在表达不满 我们当初我跟我的室友 之所以会出来选这个学生自治的干部 一开始我们不是想要 就是代表宿舍同学去争取权益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 因为没有人要担任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宿舍的管理的 我们有教官 教官就一间一间房间敲门 就问同学说 你们有没有兴趣来参选 这个宿舍我们叫 自治会的会长 副会长这些干部 有没有兴趣参选 然后大家都拒绝 然后我们寝室 我们寝室就答应了 因为他会有一些 那教官就跟我们说 你们当选的话 你们可以服务同学 那除此之外 因为学校会拨经费 那这些经费 我们如果就是整个学期 整个学期下来 如果还有结余的话 那经费我们可以拿去吃吃喝喝 有一些好处 后来我们就很顺利的就选上了 因为没有其他 没有尽联 没有其他的尽联 对对对 那一开始呢 就自然而然的 我们就成为 类似教官的传声筒 或是跑腿的角色 那一直到刚刚讲的 有这个宿舍拆迁的争议 很多同学在抗议 那教官很紧张 就跟我们说 你们要怎么样去安抚这些同学 可能在背后给你们下指导棋 那我们也是觉得很 怎么讲 一股窝囊气吧 就是好像被夹在中间 宿舍其他的学生 他们就是不高兴 会把怒气发在我们身上 教官好像躲在我们后面 没有 对他不是第一线面临 面临这些学生的怒火 后来是转机是 有一位同学 后面才加入我们干部团队 他很早就参与学生自制活动 就是我们是台湾大学 然后他参与台大的学生议会之类的 我们原本是校方的爪牙 可以这么说 你自己说的 那后来 后来这个同学加进来以后 他就说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怎么都站在教官的角度 他跟我说 你们是同学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就是啊对啊 我们从小的教育 就是我们在课本上 会教我们民主投票是怎么样 民主制度是 台湾的民主制度是怎么样 然后有什么样的投票程序 那些都是书本上的知识 我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说 我们的日常生活 跟这种民主有什么关系 好像就是投完票就没事了 就是好像民主就只有投票而已 那包括后来 我回想小时候长大的经历 有一件事情很有趣 就是我们从国小 然后国中高中 我们其实在每个班级 我们是会自己选 每个班的班长 或者是一些干部 这些干部也都是同学们 一票一票选出来的 但是他们选出来的 他们选出来以后 他们基本上都还是听老师的 老师可能会说 那个班长应该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那你这个什么干部 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好像从小到大 就是这样子的一套模式 那我们也没有去质疑说 好像有哪里不太对劲 那包括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还有甚至有 有整个学校 就是选一位 我们叫学生议长 就是可能每个班 推开一个 可能是班长 或者是每个班的代表 出来 然后 然后就是当做候选人 然后每位候选人 他还有一个 就是发表证件的 一个程序 那 然后最后选出一个 一个学校的议长 这样子 学生议长的角色 好像就是大家玩这个 民主的游戏 玩得很开心 但实际上这个议长 选出来以后呢 他没有任何的决定权利 他好像就是一个 一个模板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 我们有这样子的民主制度 但是 实际上他真的是民主吗 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不能再 一直只听教官的话 所以后来我们 等于 我们在 判店了 对我们判店了 我们后来在一个 宿舍的一个 宫听会上面 等于是直接跟 校方 表达我们的不满 我们就直接表态 要求学校 要妥协 让我们 就是 二三年级的学生 在宿舍改建完之后 可以继续回到宿舍 继续住 那 那个时候 我记得 我还印象很深刻 就是 包括教官啊 还有就是 我们叫住宿服务组的一个组长 就是校方的人 他们是 有点面色铁青吧 教官可能 我猜教官可能没有想到说 我们怎么会叛变 所以 所以最后 最后校方妥协了 然后 然后我们 我们跟教官的关系就 再也回不去了 就是 后续我们就是 彼此就有点保持距离 就 他 不会再把我们当小弟使唤 然后 对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 就是 算是我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吧 在大学毕业以后 我 念了 我转到人文方面的研究所 我先在政治大学 台湾的政治大学念了新闻研究所 即使到了研究所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还是 整体而已 我还是对 国民党比较有好感 毕业以后 然后 我后来开始工作嘛 那后来 又转到 自由时报 到自由时报 跑政治新闻 那个时候在立法院 然后 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多的会去 比较观察到 就是 第一线观察政治生态 然后 也会开始去 慢慢看一些过去的历史吧 后来我就发现 就是 我觉得 国民党是一个 蛮虚伪的政党 然后 慢慢就越来越讨厌国民党 有一个重点是 我很不能接受 国民党 就是 越来越亲共吧 其实我要讲一个蛮有趣的点 就是 虽然我从小是 对国民党比较有好感 但是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在 应该是国中 还是小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 我们有一次 全家出国玩 那我好像到日本 那 那个时候就是 我弟弟 我弟弟很小的时候才国小吧 那我才国中 然后 我弟弟认识了 就是当地日本的朋友 他们是 应该是一对老夫妇吧 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攀谈上的 那总之就是 他们自我介绍 但是我弟弟不会讲日文 也不会讲英文 那所以 他们彼此沟通 就是 有点比手画脚 然后后来 我弟弟就在 一张纸上 就写了 他写了中国人 等于是告诉他们说 我们是中国人 哦 这样的意思 你弟弟真的会写中国人 对 那 那我 我后来 我看到了 我就跟他们说 我们是台湾人啊 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我从很少就 那好有趣 就等于你弟弟写中国人 你反倒觉得他写的不对 对 我就 我说我们是台湾人 你应该要写台湾人 那 但是我爸妈 你爸爸妈妈什么反应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他们应该是中国人的认同 进到立法院以后 到自由时报当记者以后 你们看 那个时候才意识到说 怎么 国民党他们 就是 越来越亲共 然后 我就觉得特别的虚伪吧 就是 以前不是都 就是你们在喊反共的吗 就是都是你们在反共抗恶 然后 那那为什么现在 反而是你们在 跟中共在那边眉来眼去 对 那 我后来就是 最主要是 就是 就是亲共是一个一个重点 然后再加上其他的 一些 我觉得 国民党就是很多地方都让我很讨厌 那所以 对最后就 就回不去了 就好了 就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